雲林環保局和衛生局人員 持續加強登革熱消毒和稽查 但在8月15號 骨坑還是出現了雲林首例的死亡案例 一名80多歲的婦人 在感染登革熱就醫7天後 不幸過世 衛生局說 這名有著糖尿病、心臟病等慢性疾病的婦人 一開始是在8月5號因為跌倒就醫 出院後感覺身體不舒服 就在8月9號再次就醫 經過篩檢感染登革熱 算馬上進行治療 但在住院期間出現血小板低下和肺炎 8月15號病況惡化補幸過世 衛生局說這是繼著臺南以後 全國第二例因登革熱死亡的案例 也呼籲不只有長者要注意 如果感染登革熱後有躁動不安 持續嘔吐等症狀 就要趕快就醫 避免引發重症導致死亡 我是新聞 吳梁楊宗穎 吳建宏 您報導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我便是必須要趕快 有空閒發重症導致死亡的 有空閒發重症導致死亡的 損發重症導致死亡的 你不及遇見 我不及遇見